都蜡月27了 还有三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昨天我去逛超市就看到好多的人都在买年货 其实在传统年俗当中呢 从过小年开始每天都有新节目 今天呢是蜡月27 这天呢正经有不少事干的 没错 这大清早起来呢就要先宰年鸡 有句名念呢叫做蜡月27宰鸡赶大鸡 这一天呢家家户户都要宰啥自己家的家禽 还要赶鸡采购 这过年吃鸡也是有讲究啊 首先咱们来说这个摆盘 摆盘的时候呢 要将整只鸡是摆在桌子的最中间 要整只烹饪 像这个鸡呢与吉强吉是谐音 所以说过年吃鸡啊象征着大吉大利 老北京人呢在这一天除了载工鸡炖肉 还会准备一些素菜 等着过年的时候一起享用 那载完鸡呢咱们还得出去逛一逛上店赶鸡 平常赶鸡呢主要是以购缺卖鱼为主 而蜡月27这一天的赶鸡呢就是买买买 像这个鞭炮啊春帘啊香烛烧纸牛羊肉 还有赠送给小孩的各种礼品 女孩子的各种投花事物都可以任性的来买买买 对而且呢除了购物传统民俗当中 还有在这天会集中的洗大枣洗衣服的习俗 这有句名言呢叫做27洗旧级28洗邋遢 所以今天洗大枣呢就是洗福禄 祈求来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疾 如果咱说不洗澡那也得洗洗小 在山西旅粮的民俗就是在这天要用热水来烫烫脚 还有这天呢也是磨刀师傅最辛苦的一天 因为年节呢厨房里的活也多呢 刀自然也用得废 年前磨得更丰利一些 做起来饭菜会更顺手 我觉得咱俩这是越说这个凝味是越足了 是这还有三天就是除夕了 央视的春晚第四次连排也如期举行 其实呢我就比较关心啊 说这个节目到底都有什么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有舞蹈节目 歌曲节目 语言节目 拢共分三类 不是里面啊 你要是这么介绍你小心嗨打 是吗 那我再换一种方法啊 舞蹈节目百花齐放 美美与共 歌曲节目饱含真情 语言节目题材丰富 喜庆欢乐 寓教娱乐怎么样 你这么说大家不就明白了吗 今年初晚的舞蹈数量将为历届失罪 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的需求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朱明英 杨宏基 蒋大为等等的老一辈艺术家 也将登台现役 2021年的春晚将继续创新技术运用 大幅度融合前沿的科技手段 没错 除夕当晚呢 我们的春晚会与 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媒体 进行直播及报道 那距离2021年的春晚开始的 还有三天七个多小时 大家伙一起来期待吧 2 3